α330有幾個比較大的功能特點 第一個就是在我們的重量跟體積上面都有做一些調整 所以它顯得更輕巧更方便於我們的消費者攜帶 那第二個就是說在這個使用的我們的介面上面有一個圖形畫的介面 所以你在快門跟光圈部分你可以更明白的去了解說 假設我要拍攝快速的移動的物體的話 我們可以把整個我們所需要的快門往快速的地方調 那當然我們要拍攝比較前景深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把整個光圈做往比較大的一個光圈的部分去調整 讓消費者比較容易去理解 那再來就是我們在一些功能上面我們還有更多的一個導覽 彩色的模式讓你去了解說它每個裡面的是怎麼樣的一個功能 所以這樣子打開之後你可以看到夜景肖像的部分 你就可以說明說我該什麼樣的狀況下我就可以用這個東西 對 換機器了 對 所以說其實 因為你在初學使用時其實有些狀態下 你其實比較不知道說我該怎麼去調整 那等於是說它這個 help guide的這個功能都可以告訴你說怎麼去做 對 那大致是這樣的一個 那當然我們在 翻轉的LCD 方向會比較大 就是不能在高角度 我們做一個live view的拍攝 sorry 高角度的拍攝 或是在低角度的拍攝 都非常的方便 最初心的GM20的閃光燈主要一樣是 針對我們初階的入門的消費者 在在意閃光燈的輕巧的部分做一個很大量的提升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相對它的使用也非常簡單 這樣子就是開機 這樣就是關 所以在開關的時候非常的簡單 不需要再去按任何按鈕 第二個 我們當要打 所謂的直打 就是往下撥 跳燈 就是往上 這也是非常直覺式的設計 那這樣子可以幫助我們的使用者 不管在室內的時候 或者在室外補光的時候 都可以達到他們既定要的效果 然後最後 我們現在這一次看到的閃光燈 是用兩顆的4號電池 兩顆4號電池當然也是為了輕量化所設計 但是又能夠提供足夠的電源 給我們這樣子輕巧的閃光燈 上條 或是往下條 可以看得到這裡 擴散板可以調整 你可以選擇有 或是沒有擴散板 藍出色的設計 對 所以也就是說 基本閃光燈的需求的功能都有了 但是它又兼顧了輕便 以及比較輕巧的一個需求 讓大家更願意帶出去 不需要帶一個很重很大的東西 很重很大的東西